国语有生善书 义赤拱横堂善书 三界采正灵修 浩天子寿灵修院 主著先佛为哪吒三太子 第六回 初列灵修多感受 南天哪吒三太子将 盛世今夜乃为参访 浩天子寿灵修院 灵修是列位情形 赐福无图画隐 可灵体出窍 出发 请问恩师 灵修是列位可有特殊之处 会不会一如凡间某些团体 对于新生有什么特殊的欢迎会 或者是某种考核等仪式 这个情形无一所知不多 唯心列位之修是因为阴阳适应问题 必须有某种调试的程序 这个弟子之道 就像人们出国到隔个半球的地方旅游 因为时差关系 必须调试精神睡眠等习惯 是不是这个意思 大致上不错 不过灵修是所要调试的 最主要则是在阴间骤然一致在阳间 所必须面对阳世间一切在阴间所无的素质 因为阴阳两界的次元不同 灵体长期适应也有所不同 若果如是 那些孤魂野鬼以及讨报冤魂 甚至英灵等 又如何适存于阳间呢 适者生存 物境天则 人类有适应环境之本能 而灵体亦如是 只不过有系统之调理 较容易适应 而那些未受正统调试的灵体 有颇多因此而原神面化 行了 功前已有两位大仙等候 无等上前见礼 是 弟子扣见两位大仙 哪吒见礼 一路行来 永比问题多多 是已有老九后 无妨无妨 著书本是如此 无等候已会无关紧要 不过今夜有三位灵修士出列位 受古佛召见 如今正等诸无前去 说完略一挥手 即引导师徒二人往大殿之内 左手回廊有一道悬梯而上 进入二层 只见有一大案陈列正中 四周巨是小案 即有八位 如今处主位大案上正座 有本尊地藏王菩萨 而其后左右各是一童 分佛小沙弥 道小书童 而八位桌上左右一位各空着 于下右方三位一空位 左方则座有三位四围疏立模样者 正买首四座笔录 而两位大仙进入大殿后 向本尊击手后引导师徒座 于大案下手以备妥置二个座位 然后分别落座于左右首位 此时永笔作证后 才看见正好大案下有三位灵修士 见礼过后分裂两旁 昆道一位年纪看似未及中年 而前道两位之一位未及三十 另一位则已过中年 此时正俯首功领本尊赐讯 今日三位灵修士 蔡修士寿尔阳士妹所寇求宝调 且蔡信女属天道修子 颇为精修实练 行持住道可感 今日因而入列灵修 实乃福远 而一善自珍惜 寇谢古佛慈讯 魂金德蒙脱离轨迹 自当珍惜 并努力进修道成 甚好 今夜而等列位 适逢一尺拱横堂奉旨著书 主著神仙南天哪吒三太子 以及主著正鸾永笔 据在此参访 而可以借此机会掠书己见 以功列入著书 亦为行功之机 感谢古佛慈悲 今日能得有此机缘 想必是包媚蔡碧额勤修大道 行功利得之所因 魂使感恩 自愧生平业重 不如包媚福慧之所进道求修 而魂生前福慧未真 致受果报 落得枉死 在此奉劝世人切以把握机会 及早进道行道 庶免身后要拖累亲人 由此一言 足见灵明已生 可先赐作 话落自有小童赐作 张修士 而英年早逝 受兄弟张鸿权信使 寇求保调列位 手足之情 因而列位前修神道公国 致惜免之 莫愿枉死 而求修道成顺利 魂寇谢古佛慈训 得手足不弃 寇求义赤 拱衡堂主席官恩师之保调 当战境以领 尊先佛训会 以修神道公国 可也 再次作 忍不住起身 弟子寇见古佛 是否可容弟子发问 可以 不过先等无 将此为中修士 手续完成后 再让你发问 弟子遵命 中修士尔金列位 乃因与贺孝玉信使之余 而冤冤千禅 贺信使其兄弟 敢于手足之情 意意赐拱衡堂 寇求化解冤冤 而造功德回向保调 而得列位前修神道公国 而是否有感于心 魂颇感恩 为此断冤冤 也已在拱衡堂中 经主席官恩师排解完成 魂自当世冤去冤 不再牵扰于贺信使 不过信使九寿叶 立之牵扯上 有一段时日之全副历程 此以非魂之干扰 当然 不过以耳势力 一族唤起世人 甚因而向善也 可赐作 主力尚名请查 何今夜所列位 浩天子寿灵修院之三位修士 地府一案是否周全 即为左边三位 书立中第一位 此时起身回话 林本尊 今日三位修士之资料 具已周全 下值复成 查其资料具已家住 一切无碍 甚好 请坐 永笔你有话可问了 多谢慈悲 世才弟子眼见上 大仙等三位 运笔如飞 记载古佛训世 三位灵修士 而将其个别整定 一份资料 弟子已见分明 各修士之资料 如生计死因 扣求人 年限 地府考核 移送等资料 比本堂办事员的记录 更详细 但是弟子不明白的是 修士们新列位 来此攻领古佛训世后 是否有其特殊意义 记得以前弟子 驻王死成游记时 亦有参观分发 移送来的新魂 但是沈何位如此慎重 劳驾古佛亲身召见 王死成乃为亡灵 而灵修士乃为善灵 准先佛已 故不可同日而语 弟子受教 而是否想与列位灵修士谈谈 弟子想不用了 可请古佛依正常程序 让弟子参访全程即可 既如此 前主立刻将三位修士 带引往新修公堂 及三位立中之第二位 起身遵命 请贤师徒随小立前行 三位修士一请随无行走 一行人叩别本尊 及两位大仙后寻踢而下 走过教室及公堂 来到最后进一座小阁楼 一及与出进大殿边相对峙之处 请问前大仙 这个地方是不是 每个新列位的修士都要来此 是的 这个叫新修阁 其内有灵修院的护持灵光 以改善灵修士灵体的元素 以免受到阳金的侵蚀 嫌师徒可随小立 进内参访 一行人走进这新修阁 只见有许多座似透明体的玻璃箱 漂浮在半空中 但闻风不动 请问这些玻璃箱是干什么用的 咦 好像有的玻璃箱很透明 有的却似乎朦胧 这不是玻璃箱 这是灵光凝聚而成 然则这灵光凝成箱形有何作用 是才你们所问有者透明 有者叫混浊 透明者极属尚未有灵体进入 混浊则是已有灵体进入 现在你仔细看看三位新进灵修士 只见主力在各修士背心轻轻一掌送上去 修士立即化为一道白光投进 那类似玻璃箱的灵光中 阿弟子想到了 这个灵光起飞就像新生儿的保温箱的作用 嗯 大致上差不多 阳间保温箱的功能仅止于保护而已 而此灵光不但保护 而且尚可加持灵修士灵体而适应阳间 那么新进修士要在此灵光中待多久 七天 多谢主力开示 弟子已无问题 那好了 吴师徒告辞 上凡前主力转至古佛级两位 吴师徒不在前去告别了 师徒离开灵宫后 吴徒是才为何不与三位新列位修士交谈 弟子一则不知三位修士来龙去脉 从何谈起 万一闻不对体起飞一笑大方了 说的也是 可以到堂中 吴徒灵体入窍 无悔 弟子恭送恩师 祥福灵体入窗的音乐 难过你的残佛 难过你的残佛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众 以气天心 目前 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 正在募款新建灵霄宝殿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相关资讯可致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 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